今天是星期天 我昨天是星期六本来休息 但是要去公司加班了一天 所以今天休息 今天小泽上学啊 是工作日 所以呢 我和淘姬公才能单独的过一下二人世界 看 那里好多桂花树 这是金桂 金色的桂花 好香啊 今年的桂花特别的繁茂啊 嗯 好香 这边也是 去年好像稀稀疏疏疏的 去年啊 我那桂花是黄色 这种是带一点橘色 金桂 金桂就更好看 也更香 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马上我们就要去接小泽了 网上流行的一个梗 叫做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我也不懂这是什么梗 刚好呢 这里有一家新开的奶茶店 然后跟老婆点一杯奶茶 喝一下 这个奶茶店呢 就叫做爷爷泡的茶 然后我们去来一杯奶茶 嗯 真好 来 拿到了 爷爷泡的茶 桂花奶茶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买了几包狮子丁 我拿的 我拿的 啥东西啊 就这样一小杯要十六块啊 里面加了点桂花 真的好贵 幸好只买了一杯 现在去接小泽 妈妈 你妈妈今天第一次来接你 对不对 你开不开心 对 好走 老师再见 谢谢 老师 有这么大时间 小泽现在接到了 因为十一的时候放假 我们要回老家嘛 老婆也会实验 他堂哥生了个女儿 然后他要去买点小孩穿的衣服 到时候送给小侄女 所以我们现在去奥特莱斯 去买东西 我今天第一次来接小泽 所以我是带着吃的来接的小泽 小泽已经开吃了 吃完了系上安全带 欣赏安全带 带着我们去飞行 我们来到了奥特莱斯这里 这里专门卖小孩的衣服的 诶 那个你侄女多大呀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呀 那要买多大的衣服呢 新生儿的呀 妈妈你还有凉身高啊 一米三 一米三 小泽坐车也很漂亮 好了我买好了 看这个可不可爱 好小的鞋子 这个因为新生儿 他是不会穿鞋子 这是袜子 然后买的厚一点的 就是秋冬穿的 然后两双是不是好可爱 嗯 还有啥 小泽那会儿都没有这样的鞋子呢 是女儿吗 对是个女儿 全是粉色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穿的 新生儿的秋衣 这个的话就是再过冷一点点 然后就是一套棉衣 都是连体的 我觉得连体好方便 好 买完了我们回来了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所以老婆一回来就把米饭先蒸上了 因为马上要冬天了嘛 所以我们就买了三件衣服 三件衣服可以打六折 买了一件脑子 买了一件毛衣 还买了一件啥 还给小泽买了一个短袖 明年的短袖 明年的短袖 因为他必须要凑过三件 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凑了 就给小泽买了一件短袖 刚好他明年夏天可以穿 刚才买了一点豆腐跟鸭血 本来是要买猪血的 作为一道家常菜 就是豆腐猪血 今天改成豆腐鸭血 我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鸭血的风味 比猪血还要好一点 好 现在开始做吧 先把豆腐清洗一下 好 再把鸭血也清洗一下 好 再把鸭血也清洗一下 好 再把鸭血也清洗一下 再把它们切成丁 浸浸浸浸浸 蒜 蒜 蒜 一 Feuer 我说你有一点点做撇子吧 好,豆腐跟鸭血切好了 现在烧一锅开水,把它慢烫一下 趁烧水这个间隙,我们切点肉末 这个肉最好是五花肉 大蒜末,姜末跟葱花 你是要剁成肉末还是用绞肉鸡 先把它切碎,切碎的用绞肉鸡 快一点点 这肉应该用不完吧 用得完吗 用不完 一点点就行了 刚好搅的多了,明天早上我给小子做早餐 切碎之后我直接用绞肉鸡 当然用刀剁也可以 用绞肉鸡比较方便 没了没了,肉鸡不用开心 小心这个刀,这个刀很快 再把大蒜切成末 拍一拍就行了 葱姜也切成末 小葱把葱切下来,跟他们放在一起 把葱绿切成葱花 这边水也开了 把豆腐跟鸭血放进去 等水煮开 好,水开了啊 把它捞出来 配料都准备齐了 现在烧锅炒菜 锅烧至7成热 下入我前天制作的这个香料油 油温烧至7成,下肉末 下葱姜蒜末 下葱姜蒜末 花椒一定要多下一点 嗯,可以的 干辣椒 继续把它们点香 一定要开小火 下黄豆酱或者是豆瓣酱 炒出红油 都炒香之后呢,下清水 这个时候开大火 下盐 生抽 白糖 汤开了之后下豆腐 用铲子轻轻的搓散它们 千万不要用力 如果搓不散就算了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们搓碎了 汤开之后开中火 炖7分钟 好,7分钟到了 看一下 哇,好香啊 还有火锅的感觉 下入玉米淀粉 收汁 开大火 下入玉米淀粉 可以使汤汁更加的浓稠 好了,关火 出锅 撒上葱花 小子 拿菜 小子 拿菜 这个菜太动了,所以小子拿不了 小子快吃了豆腐 吃碗赶紧睡觉 现在太晚了,明天还放学呢 现在我那边做一下 我妈妈在这地方做 屁股起来先 把汤开过来 把汤都分亮了 那你怎么洗得着呢 又洗得着呢 不行 有 肉都是啥 这个盘子太浅了 又是肉末 小子,这个肉是啥 找不到肉 找不到肉 小子 因为今天太猛了 我们从奥特兰斯赶过来 要一个小时 现在很晚了 所以就炒了一个菜 嗯 好吃 小子吃个豆腐 我不要吃豆腐 我讨厌吃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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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爱吃它 有 这个肉末可能是搅碎鸡搅的 把它搅得太碎了 结果炒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些粘点 是的 它就没有散开 你不吃花椒吗 花椒不吃啊 花椒都选出来了 我小的时候 特别害怕 不是特别害怕 就喜欢吃饺子 但是又不敢吃饺子 为什么呢 就是我妈这条肉馅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花椒粉 花椒树 花椒树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花椒树 两个花椒树 所以我们家每年有吃不完的花椒 炒各种菜都有花椒 然后呢 饺子下里面就花椒 每吃一个饺子 就是一个花椒 而且你知道的老师那些的花椒 特别又麻 麻的都不得了 所以我们这条 你妈是放得中 你妈花椒完 你都放得中 呀 花椒是 要不要米饭 再给你添点米饭 要不要米饭 他们已经开始学拼音了 很快 是真正学拼音很快 如果以前没有学过的话 那真的是 一天只有三个拼音 嗯 放开嘴巴 啊啊啊 今天要不要米饭 好 我 我 我不要吧 好香啊 拌饭 太美味了 就是有点汤 要不然我这两口就拌掉 这有点汤汁呗 我这边的汤汁不多 可 不是主要是又有香葱 又有那个香菜 吃一个鸭血 这是肉末啊 叫做最爱吃的肉末 为什么连杆子一起吃呢 辣椒杆子都一起吃呢 辣椒杆子都一起吃呢 先麻烦 还有一个香菜根呢 我的最爱 还要不要米饭 再泡一下 别吃了 用面上蛋呢 你水不能吃 没喝的好 还能倒杯水 好 好想喝酒啊 昨天把酒喝完了 这边先带饭 好香饭 这个菜呢 材料特别简单 但是味道做出来的特别棒 如果大家想加点料酒啊 加点这个胡椒粉啊 也是可以的 味道特别的浓郁 特别适合吃饭 特别适合吃饭 跟家常菜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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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